我想去巨仙楼吃饭 嗯 好 那我要吃火锅 火锅不行 太医说了 最近你要吃清淡一点 也有味道清淡的火锅啊 我现在就要吃 嗯 明天我要回凤家住几天 你想吃火锅的话 本王陪你 商量好了 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去吃火锅了 没想到在门口 遇到了东方吉 烈王兄 哥哥 我要这位漂亮姐姐做我媳妇 她是本王的王妃 要不是知道她脑子有问题 不想跟她一般近视 慕容霄老早就把两人给轰出去了 对不住 对不住 童言无忌 烈王兄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三弟他不认识烈王妃 不过 烈王妃长得太漂亮 跟仙女下凡一样 别说我三弟 是个男人都想娶回家呢 来人 丢出去 花锅就有暗卫 要将他们赶出去 算了 让他们来包奸 我给三皇子看看吧 我三弟现在就跟五岁半的孩子差不多 说的都是真心话 烈王妃别跟她一般健身 请三皇子进来 北墨太子在外面等候 凤鸣威在东方素脑袋上扎满了银针 烈王兄 就在这时 东方妃在门外敲门 啊 烈王兄 我三弟怎么样了 让他进来吧 正在治疗 东方妃往里面看了眼 见东方素脑袋上扎着银针 并明白 奉明威有办法给他治疗 齐天真久一次 真久三次后 再看看情况 现在我给他取下银针 还要再睡一会儿才能醒来 七天后 你们来王府找我 多谢郡主 三弟要是能恢复正常 郡主就是我们东方家的大恩人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 本宫一定在所不辞 要是你真心报答本郡主 现在我就给你个机会 就是不知道东方太子愿不愿意 是否真的在所不辞 不需要东方太子做什么 只需要你说实话 郡主有事情讲 你跟沈家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帮沈秋月 满天过海 假扮着云大小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